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这是我自我介绍咯,有空请兜指架 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就是现成的对象 那这个也是以对象的方式来实现,来包装这个Android的现成 所以在这一章里头呢,我要跟你说明这个现成的意义 以及它的好处,它的用途在哪里 还有再加吧,这个现成的表示法 比如说,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现成 那到底怎么创建的 那这个多现成呢,就是我们可以创造好多条的这个现成 那多现成的这个益处 以及它的互相冲突的可能 那我们再来看看Android里头的这个多现成的一种表示法 然后再来从Android的UI来看 这个它的多现成以及它对象包含的关系 那么会跟多现成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然后再来谈到C++的这一个相关的多现成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明这个多现成的意义 那所谓现成呢,是指的是一连串的这种执行的动作 那它等于是一个逻辑上的CPU 就是每一条现成你可以看成它是一个CPU在执行我们的这个代码 譬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代码 就这样子 那譬如说这是一个Cart 过程那有一个现成进来执行 执行到第一个代码就走了就结束了 所以那每个现成所走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成它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CPU 这个CPU来执行这个代码 这个CPU2呢也可以来执行这个代码 但是执行的这个路径是不一样的 好像这是餐厅 然后有一个人进来住自餐 然后去拿东西的路径 跟另外一个人进来这个住自餐的餐厅 吃饱费 然后进来走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那这是一个Program 会有不同的现成进来执行它 那执行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所以才叫做现成OK 那叫现成 那么为什么会有会允许有这么多条的现成呢 因为这牵涉到叫做Concurrently 就是同时间在两件事情在同时间在进行 独立的在进行中 譬如说 这个也不见得是完全独立 但是至少它是可以依照各自的一个路线去走 譬如说一个是在玩游戏 那么人在玩游戏的时候 那播放一个背景音乐 那背景音乐呢 可能它是独立在播放 那玩游戏是独立的 那这是一种 那另一种呢 就是播放音乐跟画图呢 这两个是不同的现成嘛 但是之间会有协调 互相协调的一个动作 这叫做同步 叫做Synchronize 但那如果是完全独立的 这叫做Synchronize 就是不同步 同步的意思就是 它会这个互相协调 这叫做同步 那么非同步叫义步 非同步 非同步叫义步 又称为叫义步 义步呢 最简单的就是 各走各的 各走各的 这叫义步 这样子 那么两条现成的用意在哪里 这就是 比如说 有这个 这个thread的Y 那thread的P 那么这个人是 在问 询问 要不要写新的动画 所以有一个thread呢 带来 这个服务这个客人 还有一个threadP 也在服务客人 这是管理音乐的 然后这是管理画图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选完了 那么就来 交给Y 去画图 这就交给Y 去显示音 去播放音乐 这显示出动画 OK 然后这个现成呢 就继续跟它服务 这个现成也是 继续跟它服务 然后它继续播放 OK 这是一个常见的 一个多现成的概念 可以让 这一个在 画动画的时候 在显示动画的时候 可以再播放背景音乐 不至于说 画一段 播放一段 画一段 播放一段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采用的就是 当你想一边看动画 一边听音乐的时候 那就会给你两个现成 那一个现成是在秀动画 一个现成在播放音乐 这样子 那另外有一个现成来为你做服务 你可以选择 就是来接受你的事件 所以呢 这一个thread x跟y都随时在帮你服务 当你选择新动画的时候 立刻通知thread y 来秀动画 当你选择音乐的时候 那就通知thread q 来播放其他音乐 所以 这个都是在 两条线程 一直在侦测你的事件 那这两个现成一直在播放 所以呢 就变成一个典型的 多现成了 多现成了 所以 这个多现成呢 有它的好处 对 多现成 这叫多现成 多thread 多现成的好处 OK 好 那Java呢 有这个Livray的支持呢 它会 这个安排 这个逻辑上的CPU来进行 各现成的 各现成的 一个 一个执行 那各现成的逻辑呢 是比较独立的 当然 这就是 如果是两条是 一个 非同步的 这个现成呢 那当然就是 蛮独立的 那么 这个时候要看 我们到底是 哪两个 这一个 现成呢 要互相协调 那如果不互相协调 那么每一个 都可以独立的 进行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如果不是多现成 而是单现成 会什么样子 好 那么单现成的意思 就是说 在做完这个动作 才会坐这边 啊 才会进来 就这边 就做一段 做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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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音乐会断断续续 插在这里 啊 如果你 你这一个 啊 没有多现成的话 那么动画 那么动画跟音乐 会 啊 会轮流 会轮流 而不是同步 而不是同步 OK OK 即使你的 CPU 啊 你的 这个时间 还不是很忙 啊 就你的CPU的时间 不是很忙 但是因为 啊 你是 啊 这一个 啊 轮流做的 所以你会感觉到断断细细 那是因为我们的CPU 一般来讲 用的都不会到 啊 到很忙的阶段 所以呢 其实 设计两个CPU 两个逻辑上的CPU 那么 可以有效的增加 使这个硬体呢 硬件CPU的用量 啊 而且可以让他 这个 秀音乐 跟动画呢 都是可以感觉是持续的 啊 感觉是持续的 但是如果是单线程 那么 他 即使你的CPU 的一个 忙碌情况 还很好 就是不太忙 但是因为 你就是 一个 同一条线程 所以他一定会做完这个 再来 再来做这个 不然就是做一段这个 做一段这个 这个时候呢 你会觉得 他是断断细细的 啊 这样子 OK 啊 所以我们就 啊 需要 有这个 多线程的 这样的概念 啊 这样的概念 但是多线程 也有他的缺点 因为 自己 写线程的人啊 要避免 他的这个 线程冲突的问题 啊 这个我们 待会 会来说明 啊 所以刚刚 只是 一开始 帮你说明 为什么要多线程的 因素 好 那多线程呢 意思说我们在写加法的代码的时候 可以使用 share的这个 啊 类别呢 来 啊 帮我们创建 这一个线程 帮我们创建线程 OK 好 那 也会来安排 CPU 来执行 我们这个线程 啊 所以呢 这一个 啊 至于线程 首预 达成的任务 那就是我们 要来写的代码 啊 那 所以 Java会安排 这个thread 啊 会 我们会依赖 这个thread的积累 来 啊 这个产生 新的线程 OK 那Java提供了runable的这一口呢 可以来做 一个 啊 实现的这一口 然后把 这个我们要的 这个task呢 啊 然后透过这runable的这一口 就来 执行到run 那这样就可以 让我们创建的小线程呢 来执行这个run的函数 OK 好 那刚刚讲了这么多 的概念 好 那 其实来讲 它是蛮简单的 所以呢 直接看代码 会更清楚哦 会更清楚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就来看哦 好 这一个 啊 我们 有设计一个task 这样的一个 class 这是一个task 就是我们 要想要做的事情 啊 我们现在的目的 是要来创建 一个小线程 啊 是要创建一个小线程 那这个小线程的目的 做什么 要来执行run 啊 这个函数 要来执行run 这函数里头的代码 就是在这里 我们希望 有一个小线程呢 来执行这个run 里头的代码 所以呢 这一个task 这个 啊 类呢 我们要implement 一个J-code implement一个J-code 叫做runnable 啊 runnable这个J-code OK 好 再来 好 这样设计好了 啊 设计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 啊 main program 那首先 new一个 啊 这一个 task 就首先 我们new一个task 所以我们new一个对象 我们new一个对象了 啊 new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要把它当参数 所以我们要再new一个thread 这new一个 这个thread的类 的对象 好 所以呢 这个 啊 main 现在我们这谈的 就是main function 他的第一个动作 先new他 第二个动作 new他 OK 那new他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的 new task的参考 把它传给他 因此呢 他就 啊 指向这个J-code 指向这个J-code 然后再来 这里有一个函数 叫start 所以 我们的main 就来调用这个start 这个函数 那start的函数呢 他就来调用这里 然后调用到 这个run 然后就执行 到这个代码 这样子 就完成了这个目的 好 我再说明一遍 我们先 定义一个task 这个lay 里头呢 把form run 把它写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开始呢 啊 这一个new task 先建立一个 task的 对象 然后再new 一个thread的对象 然后把这个 task对象的 这个runable J-code的 的这个参考呢 给他 所以他就会参考到这个runable的J-code 好 这样子 J-code设计好了 接下来 就是tstart 接下来呢 就是调用 这里的start函数 那他就会产生一个小线程 产生一个小线程 来执行 这一边 就是用小线程来执行的 所以呢 这是小线程在执行的 那一般进来的线程是主线程 那主线程呢 进来的时候 再创建一个小线程 创建一个thread的这个对象 之后start的时候 才真正的创建小线程 OK 我再说明一遍 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 那么先new一个task的对象 再new一个thread的对象 然后让他指向他 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结构 接下来 就开始执行这里头的start 在这个时间点 才创建小线程 小线程才来执行run 小线程才来执行run OK 是在这个时间点 才创建小线程的 那task是做了run over的这一口 所以task呢 对象可以作为t执行的标的 他就会来执行这里 所以在man function里头呢 这里头就是 以要去执行这个task的为目标 建立这个t 那么他就会来执行到这个run的这个部分 OK 因此呢 the tstart 他就叫线程t呢 展开这个行动 在执行 那在执行 所以在这里来讲 本格上讲起来 这个thread呢 这个t并不是现成本身 这个只是参考到 是一个thread的对象 这个t呢 其实这个t呢 只是一个参考 只参考到这个对象 所以t本身 n格上来讲 他不是thread的 他不是thread的 是tstart 扣他start的时候 才会产生一个对象 产生一个现成 才会产生一个现成 所以呢 这一个应该讲叫做 这个 t所指的 这一个对象 t所指的对象 t所指的对象是什么 是这个thread的对象 是这个thread的对象 ok 是由这个thread的对象 才来 这个产生他的小线程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产生出来的小线程 就可以展开他的工作 ok 那这个 这个程序共有两个线程 一个是主线程下来 然后呢 那这个tstart的时候 他就创建一个 一个小线程 一个小线程 那去执行 这task里头的run 这个函数 ok 所以呢 这边来讲叫做 应该是小线程 会比较传神一点 小线程 ok 所以有一个主线程 叫做minsread的 然后是走下来 小线程是往这边走 所以小线程是主线程创建的 所以主线程是mama 所以调用t的方法 应该是t所指向的那个类别的方法 和那个对象的方法 所以所有的类别呢 它在 这个 它有它的 这个一个特定的用法 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调用它的start的方法 你才能够 它才会帮你创建一个小线程 这样子 ok 那么你的这个学法呢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学法不已 所以这个new start 这样子 所以少了一个t 但是 创建一个小线程 创建好了之后 就去启动 这个是 这样要这样解释 这是 主线程 对不对 主线程在 执行到这里 所以创建一个 strad 的对象 对不对 然后创建好到主线程 就来执行这里 所以就 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 创建一个小线程 下来 执行这里 执行这里 所以呢 那这里的是小线程执行的 我再讲一遍 就是说 这个主线程一进来 一开始主线程进来 他就 执行这一行 new thread 所以创建一个thread的对象 创建一个thread的对象 创建好了之后 这个还没有执行哦 他就 主线程执行start 他就 new 这个对象 就会产生一个小线程 来执行这一段 在执行的时候 主线程呢 他就 跑下来了 跑下来了 所以 new thread 是主线程跑的 star也是 这里也是 所以他还在计算 他就已经运出来了 这样子 所以他两个thread 是非同步的 各种各的 各种各的 好 那我们 待会再来 帮你呢 说明android的 这个多线程的意义 是刚刚是讲的 线程的意义 以及多线程 的一种做法 然后也讲了java 怎么应用他的 share的积累 来产生 我们要的小线程 可以产生很多 这个小线程 OK 好 谢谢 谢谢